今天有喝酒嗎 今年5月初酒駕撞死媒體人 黃偉和母親的男子房兆傑 行徑相當惡劣 兆氏前15小時就因酒駕被逮 竟然沒反省 還繼續和朋友兩人 喝完700CC威士忌 之後就釀成這起悲劇 先在台中地檢署癥結 將他依公共危險罪提起公訴 法院也裁定繼續羈押 不讓他出來爬爬燥 住在台中的方仇傑 30歲從事美法業 肇事前一天5月4日凌晨 他在火鍋店吃完燒酒機後 開車創紅燈遭警方攔查 先生 等一下靠邊景一下 剛剛櫻華橋上的一場 我在你後面也都沒在這裡看 遠景聞到他身上有酒味 酒測濃度達到0.25毫克潮標 當場被移送地檢署偵辦 訊後將他調扣駕照 無保請回 車子則請朋友幫忙領回 沒想到他被抓還不警惕 當天晚上又開同一輛車出門 和朋友到KTV喝酒狂歡 一直到隔天凌晨2點多 才酒駕開車要回家 悲劇就此發生 他在行經東興路一段時 就這樣高速撞上黃偉翰70歲的母親 撞擊力道猛烈 擋風玻璃都破碎 黃牧則傷重不治 離譜的是方趙傑肇事當下 沒有立刻協助施救 反而是跑到超商 買了一罐海泥根來喝 企圖影響酒測正確性十分惡劣 為什麼適合要去買酒 說自己沒酒駕 事後喝酒是為了壓壓驚 但這根本是謊話連篇 這個人有沒有酒駕 或者是怎麼造勢的 檢警根據監視器畫面 發現方趙傑離開KTV後 一路高速行駛 還多次闖紅燈沒減速 直到撞上黃母才停下來 團隊的警察 同時傳訊當天和方趙傑一起喝酒的友人 跟調閱KTV監視器 發現他在3.5小時內 不只喝了一杯啤酒 還跟朋友對迎一瓶700CC的大摩威士忌 他乾了43杯 最後兩人把整瓶威士忌都給喝光光 因此檢方認為他才剛酒駕被逮 15小時後又大量喝酒還開車上路 奪走一條寶貴人命 依酒駕致死罪將方趙傑起訴 台中地院也裁定繼續羈押他 東新聞台中報導